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散 另外是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話說跟了一個日本籍的老婆居到日本的大J 因為她在2019年11月發起食沙律的仲炒 說那些錢用來給手足 要幫他們 不過她說了說食沙律 大家應該都明白這個意思 我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例如在酒店旅行很流行 夾一盤沙律菜先吃 有些人說你一早起床吃草嗎 反而我沒有這樣的習慣 有些人說我吃這麼大堆沙律菜 做牛還是做羊吃草 所以沙律間接是用草來形容 所以她流亡或逃亡就叫做著草 吃沙律菜就是著草 跟草有關 因此之後籌了30萬 她自己說而已 因為由2019年當她很快籌完之後 到今時今日都有人說她自己拿到那些錢 是私人用途 因為我們看到她吃喝玩樂 在日本好像不用做 還會有錢蓋房子 所以她最近出了一段影片叫做真相 說自己信也好 不信也好 大家去判斷一下 因為覺得自己永世都不會再回香港了 所以現在說出來都無所謂 其實我之前在另一節也說了 她說大約在半年左右 以內的事 她在影片中說要保護其他人 所以就不會多說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又說了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正常人的心態 是啊 既然你是說要保護其他人 現在你自己又主動抄出來說 究竟你想保護還是不保護才可以 好了 第二就是 你也說到自己永世都不回香港了 那有什麼那麼怕被人知道呢 你被人知道對別人是不是會構成一些安全問題呢 既然她支持她幫助那個人 已經離開了在他們眼中的邪惡政權 那怕什麼呢 你就說出來吧 你幫那些什麼人也不肯說了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太多信 她真的有拿些錢去幫人 這個大J 老實說 她也要賺錢 也要維生 雖然說她去日本而已 逃離了什麼暴政 什麼警暴 但她也要生存 也要賺點錢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看她們的同路人 或者統稱黃絲 再不支持她 糟糕了 這次說到自己在那裡自爆 也不得到他們的同路人支持 還罵到那隻狗 唉 這個正常的 你爆點不爆點 說不完 說些不進不實 藝人都懷疑你了 很正常的 其實就算你說盡了也好 老實說 你隔了那麼久才說出來 最麻煩的就是 你怎樣可以讓別人去核實你所說的 不過她說得明白了 你相信好不相信好 我是說得那麼多那麼多 其實就沒有人相信 說服力極低 最關鍵就是她的客戶和她的支持者 究竟知不支持她 怎麼說呢 你以為這樣 叫做自爆 就可以由過街老鼠 再在YouTube彈起嗎 你這種賤種 這種人品 九成九肯定 沙律錢是你自己代 雖然我沒有證據 不敢肯定 但是我可以說你是WOW UP 為什麼我會覺得沙律錢是你這個大J自己代 所有就是你這個X樣子 人格真的很有問題 永遠也是靠踩其他同業來上位 然後有一些人把他和MING仔 MING仔 怎樣爭執 是的,他当年来说就是踩明仔 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条帖子 怎样踩人,又说人家很7,又说人家扮中立 你踩人家,现在人家又是很正常的 也都是继续做他的示范 你又是这样,踩了人家会获得什么掌声呢? 可能当时来说有些人被他欺骗了 搞到当时明仔,据说都出现很厉害的退订潮 后来他也说了他当时是公关灾难 现在他说了明仔 这个公关灾难,我相信其中一个推手就是大J 搞到人家当年鸡毛鸭血 现在这个明仔都可以凭着他的历史知识 还有有养分一些的影片就再彈起来 你说人家当年扮中立,又叫人拥抱大湾区 好吧,你现在拥抱日本,对不对? 那又怎样呢? 老实说,你再拍影片,拍日本什么什么的 现在去日本这么划算 玩完都会走去,用什么教的,走开吧 还有垃圾杯面吃的垃圾寿司 老实说,如果大家有去日本的话 揽起手,看到有小店和师傅夹着夹着做寿司 虽不众亦不软异 中伏的机会率也算是低的 因为人家师傅自己是品牌 也是他们店铺的生命 怎会做失自己呢? 尽量也要做好一点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如果总体看整个日本的大环境 这个国家我反而觉得是处于衰落的状态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在近几年 第一就是在不少大城市的街道上 多了很多的企街 第二就是乌污水的问题 不单止普通生活用水 原来也有很巨大的问题 而且生活用水受污染的情况 不止在几个大城市 包括大阪、东京 这个问题原来存在了十几年 有这样的问题在 再加上现在日本货币的紫水又这么低 是的 对我们去日本旅行的人就很适合 但是对日本生活、日本工作的人 看来前景就很暗淡了 是的 所以唯有靠 看看这群人能不能够给他一些钱 所以现在人们说 你这么高调再去说出来 可能会引起警方的关注 再去查的话 你也不能低估警方的 情报资料搜集的能力 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某些人 你说删除了资料 谁知道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我们再看一张图 就是想当年 他叫做派白T 令自己得到那群人的信任 想当年 这张图不是真的一个小时前 很久很久了 他说自己 就对于有些人 做完运动 就是黑暴东西 就流汗 回家之前就要换衣 所以会把这些T恤放在就近的地铁站 大家自己去拿 你喜欢换衣 又可以抹寒 又可以随便理 很多 只有四五百件 可以拿就去拿 意思就是 我免费放一些白T恤 就让你们在港铁站 做完黑暴东西 就回家前换衣 或者在有需要的时间换衣 你穿着黑衣 就很容易被人 有些可惡 留意到 即是他很可惡 很鼓吹的人 上来做这些 他派一些这些衣服 就能引到那群人支持他 又说 哎呀 我很想买你出的其他产品 你真是好人 但是yay 有些会这样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他会食沙律 就会引到那群人 会给他钱 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他的视频下 多了很多货金 尤其是他的直播货金 是多了很多 因为他是不停地做这些东西 在那里撩 撩到以为他真的很支持 这些所谓的时代革命 是吧 他是找到很多好处 明确就是 在这件事上 然后还要吃沙律 吃沙律 他说有30万 30万多不多呢 相比起他所付出的劳力 或者付出的成本 是极之低的时候 那30万他自己静待 究竟他有没有帮什么手足呢 你说你有帮而已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极度怀疑他是很正常的 你怎么解释 要不你就拿更多的资料出来 要不然你水洗都不清 所以反而他现在自己自爆 在吃沙律收了一笔30万的钱 你不说30万可能更好些 现在你说了30万的话 大家就会问你 要不你就说你那30万是怎么用 就算你说没有证据也好 但是你自己会记得 你有脑子 你记得大概是怎么用 给了多少人 或者你说我只给了这个组织 为什么你会这么相信这个组织 或者是否只是有几个人 帝真身份证出来 说自己是手足需要钱流亡 你就给他 又好像说不得过去 所以现在那些同路人 总之有人不相信你的话 一个不相信 两个不相信 三个不相信 那些建盘战士 看一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是真的不可信 所以一变成是怎样 他的两头不到岸就是 他那帮人就会觉得 你现在看到自己 YouTube就没有人看了 你那些什么打机片 笑了让人看 又不好看 又打得不好看 又没有东西说 想听听你有什么说 你又不说 直出 再加上其他生活片 又不好看 可能看来看去 只有几条好看 又没有什么意思 介绍这些东西 你唯有自己制造声音出来 让别人留意你的YouTube 也让别人再看你的东西 谁知道现在反而更加不想看 更加不想看 你自己炒我自己 本来你不说 他不说 基本上没有人会再提起 他自己了出来 这么有趣的 他就是想 搞什么呢 想借着警方 看看会不会有些很高调的东西 要抓他 或者掌握证据 谁知道 警方只是说 不评论个别人事言论 但是会谴责任何企图 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 那又没有说是你 如果你说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但是跟着走了 如果你问我 我是警方 我也会这样说 不希望有人像他这样做 或者他说到自己这种形式 也强调警方 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依法循着不同的途径 去追查逃犯的下落 就是把这些责人 如何执拿归案 记住 逃犯执拿归案 就并非说大J 这个人要执拿归案 假设一些真的收了钱 然后令他们有机会 可以叫逃亡 或者是着草的人 就将他们执拿归案 对不对 没错 对 不过协助和教唆的人 也有可能会牵涉到案件里面 也有可能会被抓 不过他自己说明 永世都不回香港 他没有这方面的风险 当然 为什么人们还会怀疑他 因为他众筹了没多久 就被人看到他换车 对了 换车 这么富贵 众筹完就会换车 众筹完就会有钱 是不是这样 对了 吃完沙律又有钱换车 还有什么 为自己的品牌开发生产品 所以就被人觉得他拿了那些钱 来做私人的用途 这些指控令他很有压力 所以就说 是吗 对了 所以要说真相出来 他也有解释 他说自己换车 生产品 自己拿了几十万出来 他为了掩饰吃沙律的众筹真正目的 是协助被捕的年轻人来说 那我好像不关事 要什么掩饰 对了 有什么好掩饰 我不明白 我也是不明白 我掩饰是在哪里掩到的 掩不到的 对了 你已经说有年轻人要吃沙律 所以就筹了几十万 你之后你换车开发生产品 被人觉得你好像拿得来自己用 那你是想怎样 我假设拿得来自己用 但实际背后就在做一些 是帮手足来说的东西 转移视线 哇 用不用 你早就说了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拿了这些众筹的钱 给自己这样用的话 很大机会 想当年警方已经拘捕了他 会不会像阮民安和杰斯那样 原来全部都是洗黑钱 我们之前在另一集也说了 他可能收了一些众筹 但没有使用 留给他老婆去日本 起房子才用 那警方就咬你不进 趋你不涨 因为你的钱是在日本用 谁知道你拿出来做什么 没借没据 你在日本用 所以现在这件事 他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就让人们同情他 或者再度关注他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香港的警方 说要查他 或者变成百万通緝犯 或者什么通緝他 或者要逮捕他归案 天涯海角都要追缺他回来的 例如罗冠聪 加罗巴那些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真的水勢都不清了 所以为什么要有国安和警方的认证 你才能够得到那群人真正的信任 其实也很难 要不你再明显一点 你有证据 再说多些出来 等警方真的通緝你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YouTube再弹起 你再说其他话 就可能有人相信 除非你这样 你又要这样两边吃 不行的 不能这样 你吃面吧 垃圾 是呀 一定要把整件事说出来 涉及到什么罪行 可能犯过什么犯 既然在日本怕什么 我也不明白 最安全的 永迟都不回香港 说到自己 说出来 什么问题 你要高调到 真的好像警方 就着阳川 或者好像许智峰 他那时候叫人投百票 然后搞到联署又出声明 又叫人不要 除非你去到这样 要不就做尽他 要不然 你现在就被人骂 光头佬 更差的是什么 光头佬没有个好人 那又不要这样说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的 一触高打算 你看这个大J 要整个很多光头佬 是的 布斯韦利斯也是光头 他很有影 不可以这样的 好了 我们今次讲这个大J 先讲到这里 给你一个终极好解释 爆些真相出来 拨拉 或者等警方通缉 否则你只不过两面不是人 人鬼不鬼 好了 那我们今次就做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